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台长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二十年来 卢台长无私望我 舍己无畏 以佛法智慧普立苍生 将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白化佛法阐释深奥佛理 妙法视线指导现代人生 心灵法门是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结缘佛法 离苦得乐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卢君洪台长也被誉为活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进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 作为佛法的极大成者 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为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认可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 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副盛名的西耶纳大学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卢台长还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 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中华文化与佛法走向世界 殊胜因缘成就了今日澳门的相聚 近年来 澳门佛友精进弘法度众 令中华文化与心灵法门佛光 普照澳门大地 普利社会名声 新年一时 卢军红台长慈悲 心系澳门佛友 特别从澳洲赶赴这方宝地 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 普照有缘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也特别感恩来自澳门以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佛光 普照 利澳门 慈悲 喜舍 报佛恩 佛光 普照 利澳门 慈悲 喜舍 报佛恩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诸位法师 各位嘉宾 还有各位义工 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 大家好 美丽的澳门 风景如画 它处在珠江三角洲 澳门这个名字 起源于渔民敬仰的天后 那就是我们的妈祖 据说有一艘渔船在海上航行 突然遇见狂风暴雨 渔民处在危难的危急的时候 紧急关头有一位少女勇敢地站了起来 她下令风暴停止 居然风停止了 大海恢复了平静 渔船到港之后 上了岸 这个少女朝着马格山走去 突然 一论光环照耀着少女化作了一片祥云 人们在她上岸的地方供了庙 称为妈祖阁 在1553年 葡萄牙人得到了居住证 从妈祖阁上岸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当时也没有命名 就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 正好因为是在妈祖庙的边上 称为马格 于是澳门就被命名为马甲 澳门有50%的人信佛教 信观世音菩萨 佛缘非常的深 今天能有幸来到澳门 弘扬中华文化 传承佛教精髓 令我们法喜充满 要让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中华文化的传承 有人的地方 就要有佛光普照 人间的烦恼不断 感情问题 钱财 意志消成 失去希望 连澳门都不断发现了自杀的情况 一名15岁的女孩子 因为想不通 她跳楼身亡 过不久 有两名分别只有17岁和15岁的少女 接二连三地跳楼 奇怪的是 竟然在同一状大厦 情绪失控 忧郁烦恼 从负面行为 想来逃避人间的压力 现在全世界共有3亿5000万人患有忧郁症 每年自杀的人数 那是100万人 身体病好治 我们人的心理病难治 所以 想不开 忌妒 恐惧 称恨 都是短暂的负能量的思维 我们要懂得把这些负能量的思维 缺少智慧 看不到明天的思维 要用佛法的精神来把它去除 佛法倡导 知足常乐 在人间 要懂得把人间一切名利得失 看见像佛云一样 今天看见了云 但是明天它就走了 逆境和顺境 这是人间的一种缘分 来这个世界 我们要一切随缘 不贪不求 记住要学会一生忍让 足以消灾解难 如果你能够一生让路 你又何失寸土半斤呢 台长教你们四个方法 以修心做人 第一 要节欲介怒 一个人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不要让他发作 今天有欲望说明你还有贪心 你一定会发怒 当你欲望得不到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愤怒 所以要记住 节欲介怒是保证你的身体健康的法则 所以叫是保生法 第二 叫收敛安静 是自家法 一个人在家里 你要想平安 你要收敛 不要在家里动不动就骂 动不动就吵 这样你就会变得安静 家里也会变得更安静 第三 随缘自然 是促事法 我们在人间不要 这个事情一定是我的 那个事情我一定要得到它 实际上促事最好的方法就是随缘 今天该我得的我得 今天不该我得的我就不得 自然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缘融 所以在现在社会上少得罪人 好好地把事情做得缘融一点 你是做事情最好的一个方法 第四 就是慈心度人 是出事法 如果我们在人间经常帮助别人 每天去帮助众生 去救度众生 你已经活出了这个世界 你已经是人间的菩萨了 所以学博修心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 广结善缘就是不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对别人尊敬就是装严你自己 你想要别人尊敬你 你先要尊敬别人 知足常乐就是拥有了一切 精进修行就是让你离苦得乐 有一位高僧大德 与他的徒弟雨后走在泥泞的土路上 他的鞋沾满了很多的泥巴 他的徒弟问他 师父出来为什么不换双鞋子呢 这位大德看着村子里泥泞的路之后 意味深长地说 换鞋不如换路啊 徒弟顿觉心头一震 他在这个大德的带领下 找了一条石头路 从一旁走过 从此一捞涌玉 下雨再也不要换鞋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换路比较复杂 换鞋比较容易 但是人的毛病 就是在困难的时候 总是在无知地 去适应着世界外环境的变化 随波驻流 别人要什么 我也要什么 别人要名要利 我也去要名要利 想一想 房产走得好 很多人借钱来做房产 最后产生了很多的烂尾楼 主持就不知在这个世界 我们要懂得以自己的忍耐心 坚定地去寻找一条 适合自己能够解脱的道路 经常受到外界影响的人 他会扭曲本性 因为当他得不到的时候 他会拼命地去争 拼命地去抢 就会在他的心灵 深处造成了忧患和烦恼 美国通用公司 一个首席执行官叫Jack 他被人家应邀去上课 他作为一个企业管理人员 在讲 下面都是企业管理人员 听完了之后 那些企业管理人员 都有些失望 就问道 请问Jack 你今天讲的这么 那些内容 我们都知道的 可为什么我们之间 你是成功 我们不成功 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Jack 然后回答说 那是因为你们只是知道 而我是做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是的 有很多道理很简单 很多的佛法我们都知道 但这些简单佛法的道理 我们却没有去做到它 比如我们都知道 做善事能够解掉你的灾祸 想一想 但我们却常常地 获释了那些解灾的善事 有些人看见马路上跪在那里 要钱的人也要骂一句 这些是唏嘘从 这些人没有好好的工作 你没有慈悲心 你给他一块钱 他不会成为富翁 你给了他一块钱 你不会成为穷人 不失的是一份心 希望大家要懂得 不要忘记从细小的善事开始做起 所以不从细小的善事做起 你就无从解决 去除烦恼累积功德 所以不要小看 每一天一个善念和一个善举 因为一年365天 你就会成为一个善人 要广布施广作功德 清楚地懂得 修心修行的道理 我们要懂得 要用永恒的心 来保持自己这颗干净的内心 这才会拥有定力 一个人三心二意 结果总是在半途而废当中 常受失败的苦痛啊 很多人经常失败 有一个年轻人屡屡失败 他就去问 叫世元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用温开水 冲了一杯茶 给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品尝了几口之后 说一丝香味都没有 老和尚用滚开水 把这些茶叶冲了一杯 这时候年轻人 看见杯里的茶叶上上下下在浮动 随着茶叶的臣服 一丝丝清香 从杯里软软地升起 于是老和尚冲了五六次 整个房间充满着香味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会议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这个茶叶才知道 因为茶叶在树上变成泛绿 在阳光的炙烈当中开花 在暴风雨中成熟 在熊熊的火叶上培干 这就是每片茶叶 所必须承受的磨炼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在暴风雨中成长 在感情婚姻上成熟 在生活的压力上 我们磨炼着自己 生活在烦恼的事件当中 在实践人生价值的道路上 我们是崎岖和难免的 但是我们学博人 有信心要看到将来 看到未来 因为我们的未来 是一片光明的 把人间一切都要看得淡 对一切不要去强求 现在很多人就是强求 不在乎别人才会犯错 我们对自己不要在乎 不要在乎自己一无所有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 要专注自己人生的方向 所以一个修行有为的人 他最重要的是一个方向 就油炉一辆汽车 虽然你加满了油 虽然你一直拥有很好的车技 但是你不知道方向 你再多的油 再好的车技 也会让你开到其他的路上去 所以人生要淡然要坚定 渗透到生命的目标当中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沉稳 转变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这样你才会成为你心灵的主人 我们不要被红尘所染 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 我们要有自己的善念和善心 这样你才不会迷惑 世界和人生实际上 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所谓的复杂是幻想对你的蒙骗 让你产生执着和误解 所以放下自己的称心 恨心和贪心 你才会找到一条真正的修行之道 我们心中有佛的人 看别人都像佛 你心中有恨的人 你看别人都很恨 你怎么看别人 别人就会怎么样看你 别人的态度正好反射出 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有一位老师 他让全班的同学 以最快的速度 写出你最不喜欢人的名字 结果有些同学 在三十秒钟之内 仅仅想出一个人 甚至想不出他不喜欢的人 但是有一个同学 竟然一口气写出了 十五个不喜欢的人 在心理学上来讲 你越不喜欢的人越多 证明你正是不受大家 所喜欢的人 犹如经常批评别人的人 正是别人对他批评最多的人 所以我们做人要多看自己 叫内观 多看别人的毛病 那叫外看 所以观比看好 观才能看到自己内心 看到自己真正的本性和良心 我们人 我们人焦虑未来 却又不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 我们活在世界上 天天为自己曾经做过事情 在后悔 却又不想怎么来改变 让自己不做后悔的事情 很多的人婚姻失败 离了婚了 还要拼命地骂对方 不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责任 这就是人只看别人 不看自己的问题 台长 希望你们 对人不要有疑心 因为对人有疑心 就无法相信别人 对人有疑惑 你就无法原谅别人 多一分对别人的疑虑 你就少一分对自己的信心 学博人心中要容得下别人 你才能修成佛法 你才能让别人 容下你 这就是包容 这就是宽容 我们学佛做人 要懂得舍 当你不懂得舍的时候 你就得不到 很多人每天想数取 有一位佛友问台长 台长 什么叫圣人 什么叫小人 台长告诉他 圣人就是每天 为别人想的人 小人就是每天 想从别人身上 占到便宜的人 所以学博人 首先就是要学圣人 不能让自己的私心杂念 老藏在心中 这样天天有一点私心 天天有一点杂念 时间长了 你就会变成一个有业障的人 从前有一家布店的老板 他一直在做布的生意 但是他用的那把尺 总是比正常的尺 短一点点 这样他可以多赚人家一点钱 有一天 突然碰到一个学佛的人 跟他讲 这样良心过不去 他自己觉得良心受到谴责 一直决定做个正经的商人 我赚我该赚的 我不赚我不该赚的 他就把那把短尺换了 可是呢 尺换了之后 他心里不安 他也要看看 那边马路对面的那家 卖布的店 他的尺是不是也是正的 结果他来到一个另外的对面的布店 拿出趁别人生意忙乱的时候 拿出了一根绳子 小袋子 偷偷地量了一下 回到家里 用标准的尺一试 发现这一家的尺竟然比他原来 偷的那种尺的数量 就是尺寸还要短 他一想 原来我比他还好啊 我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然后他昧着自己的良心 又开始了用他那把短尺在偷赚别人的钱 一些人在人间受到谴责批评的时候 总会把目光射向别人的身上 当他一旦发现别的人比他犯的错误更严重 他的心居然会心安理得 对自己的错误也不以为然了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很多人从来没吵架的时候 偶然地吵架心里悲伤地内疚 走到邻居这里去疑问 邻居说没有关系 我们家里小草天天有大草三六九 所以他一想那我也吵吧 居然大家夫妻都吵那我也吵 所以迷失方向就是我们所迷惑颠倒 对人间的一切 不能迷失自己的颠倒自己的想法 人生在世不能失去慈悲心 我们要常常关照自己那颗浮动的心 让自己的智慧和理智要永恒 所以很多人能成功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他有理智 我曾经告诉过你们一个故事 一个火车站 一辆火车 一个老伯伯买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 放在窗户边上 迎面来了一辆火车 很快地呼啸过去 把他一个鞋子吸出了窗外 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老伯伯拿起另外一个鞋子 马上往窗户外扔 边上的人说 你怎么把那只鞋子也扔了 他说 我拿的一只鞋子已经没用了 我扔出去之后 别人捡到了 还能再穿 这就是智慧 我们人没有愿力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非常的残酷 人要有愿力 要懂得我未来想做什么 一个人如果没有愿力 他会对社会产生冷漠 会对社会产生一种记恨 这就是奋清族啊 奋社会啊 所以很多人现在 看谁都不满意 看谁都很讨厌 他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好 之后他就沦为忧郁症 所以我们要用佛法的无为智慧来帮助别人 无为就是只求奉献 不求回报 我们要只求理解 不求被理解 我们只求去爱众生 不求被众生所爱 这就是佛法当中的无为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 台长经常在广播里 每天回答我们佛友的问题 那么在前不久 一个听众看一个孩子的图腾 台长一看就问他 是不是吃过羊肉 听众说这孩子非常喜欢吃羊肉 因为台长看到他身上有三只羊 而且他的皮肤像羊肉一样 远远的没有肌肉 会有肥胖症 听众说他已经很胖了 而且现在还在吃羊肉 我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喂 您好 您好 师父 师父 帮同修的孩子问一下 他是1996年1月份熟老鼠的 我告诉你啊 小时候有没有给他吃过羊肉啊 他很喜欢吃羊肉 我感觉好像现在也有吃 我告诉你身上有好几个羊啊 三只羊哦 三只羊 所以他的皮肤啊 软软的 他的皮肤啊 没有劲的 没有肌肉的 听得懂吗 像羊肉一样 很吓人的 我告诉你 而且他的身上这个肥肉以后会越来越多 他就会有肥胖症了 他现在已经很肥了 哎呦 看见了吧 你看看看 你想想看 所以这个人有时候不可做坏事啊 真的 感恩关心 感恩师父 谢谢 大家都知道世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 他对冒充他的作品 还有假画的人 他毫不在乎 他说做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 就是我的老朋友 我是西班牙人 我是西班牙人 我不和老朋友为难 而且那些鉴定师 他们也要吃饭了 而我什么都没吃亏 为什么我要对他们做一些什么呢 宽容是对别人最大的恩惠 一个不经意的宽容 或有意的谦让 能让你舒怀 让别人幸福 这就叫以德福人 人生是公平的 没有人特别受到眷恋 眷爱 我们在人间通常被自己认为 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所击倒 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整天以为我受到了不公平 我难受 我受苦 我想不通 慢慢地生了重病 所以我们在无始业障中 应声倒下 而带有业障就犹如被别人打倒一样 而往往打倒自己的就是你自己 因为业障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生出的 我们天天动坏脑筋 天天在造业 我们恨自己的父母亲 就是给父母亲在造业 所以在人间 大家记住台长的一句话 幸福的背后藏着一堆的悲哀 欢喜的背后是一串痛苦的历程 勇敢的人要面对人生 要理解人生的烦恼和无常 才会学来人辱精进的真谛 面对人间的苦难 我们要想得通 要乐观 很多妈妈被孩子气得半死 身体非常不好 结果就有一个人跟他讲 都是讨债鬼 那一天开始他想通了 原来上辈子我是见孩子的 所以算了 我也不生气了 他是一个讨债鬼 那我就得还债 这样的心态 你就会想得通 想得开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智慧 他就整天乐观 开心 发喜 有一个叫贝尔的人 贝尔 他被人称为 这个村庄里是最乐观的人 有一天 山洪爆发 水都冲进他们的村庄了 结果 大水漫过村庄 这个贝尔没有办法 他躲在了他的房顶上 这个时候 他还乐咫咫的 哼着曲调 开开心心的 不犯愁 邻居 划着船过来 跟他说 比尔啊 你家的鸭子都被冲散掉了 你知道他说什么 没关系 鸭子会游泳啊 过一会儿 人家又说 你家的麦子被淹了 他说 没关系 反正今年是欠收年 人家又说了 水淹到你家的窗户了 别又说 太好了 我已经多少年没插洗窗户了 拥有乐观 开朗的性格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认清 人生无常 那要不执着 才能变得 懂得 拥有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快乐 我们对待每一件事情 不要过头 不要太执着 今天拥有的 那就是拥有 今天没有的 就是我们无缘 所以我们懂得 人生是过场 人生是一辆 没有回头的列车 只有在这辆列车上面 好好地过好自己每一天 拼命地 珍惜 现在 你才会拥有未来 珍惜 但不执着的人 他才能 开悟 所以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坐着 我们今天还能好好地活着 我们就要学会感恩 我们一个人的成长 离得开别人对我们的帮助 想一想 我们从小对得起我们的老师 对得起帮助过我们的同学 想一想 我们对得起自己的父母 和曾经帮助过我们的 多么多的朋友 这一切就是你应该懂得感恩的基础 因为只有感恩的人才懂得慈悲 只有知恩图报的人才有智慧 只有每天把时间花在众生身上 让别人跟着你一起进步的人 他才会成为人间圣人 有一个人 因为年纪 这是真的故事 年纪很小的时候 他得了一场大病 命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 他的下肢瘫痪了 这个时候 他的父亲 是一个邮局的 post office的那个领导 他在中学毕业后 他的爸爸就千方百计 让他到了邮局 安排一些一份的工作 可以坐在那里 整天敲图章不动的工作 工资和各种福利 都与别人一样 在这个岗位上 他干了三年 他是一个严重残缺的人 能有这么一份安稳和保障的工作 应该对他来讲心满意足 但是有许多的健康的同学 都没有得到这么好的工作 都还在为某一份职业 而四处奔波求人 但他却辞职了 那个时候一份好工作不容易 他辞职了之后 因为他 很多人问他 你为什么要辞职 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同情 也看不见别人对他的怜悯 还有鄙视的眼光 所以他的自尊心 在这些目光当中 一次一次地被刺伤了 所以就是父亲的打骂 母亲的哭求 都没有阻止他离开工作岗位 辞职之后 他是开了一个小书店 后来这个小书店 因为当地的房屋拆迁 他关门了 后来他又与人合办了 一个小的印刷厂 仅仅维持一年多 那个合伙人背信弃义 他又倒闭了 两次经伤 让他伤了很高 再抬高筑 这时候他的父母和朋友 又来劝说他 你是一个残疾人 你不要再去胡乱地折腾了吧 多少好手好脚的人都壮的 做生意头破血流 何况你呢 父亲劝他 趁自己还在岗位上 让他老老实实回到邮局上班 算了 但他没有回头 他又选择了开办店 这次他吸收了前几次做生意的教训 一年下来 小办店盈利当时的两万多元 他又开了两家连锁店 十年之后 他的连锁饭店 不仅在他的城镇当中 到处都有 而且在外乡也一间一间地开张 他自然也成了事业成功的老板 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 当有人问他成功的经验的时候 他说了很多 但他说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同情自己 别人同情你不要紧 如果自己同情自己 你会成为懦夫 失去前进的动力 成功也就绝不可能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的人不是残废 但是我们的心已经残废了 很多的人要他念经 爬不起来 不肯念 很累 没时间 就是健康的人 你也会遭遇到 人间磨难多多的打击 所以当你悲观失望 来临的时候 你就是会慢慢地颓废 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 有勇气 有信心 一蹶不正 你会重新失去做人的勇气 学博人 学博人不要同情自己 对自己要严格的守戒和忏悔 要反省造成我们自己生活 很多板脑和原因 才能走出你 辱落的心理的陷阱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 往往取决于你自己的 战胜自己的心态 学博者的成功 往往取决于你精进努力和菩萨的智慧 很多人动不动就喜欢用自己的能力去跟别人比 去显化 去让自己得到一些心理战时的满足 美国著名拳王叫John Louis John Louis 他纵横拳坛 他打倒了不知道多少的拳手 但他私底下为人十分地谦和友好 他完全不像在赛场上那么的勇敢 模样 有一天他和朋友骑自行车一起在马路上 后面有一辆车被他们两个人稍微堵了一下 不停地按喇叭 开到前面停下来 货车司机怒冲冲地指着他们一顿痛骂 货车司机走了以后 这位朋友非常的奇怪 跟他说 哎 我的拳王啊 你这么看见这个家伙这么的无礼 你为什么不好好修理他一般呢 教路易轻松地回答说 如果有人侮辱了歌王卡罗索 你想卡罗索会为他唱一首歌吗 这就是智慧 所以你是一个有修行的人 当别人攻击你的时候 你跟他争吵 你就是在降低自己的智慧 当自己的太太或者先生在弩骂你的时候 难道你也要跟他一起成为一个人间的凡人吗 所以忍自头上一把刀 我们这把刀就是一个烦恼 如果你把这把烦恼放在心中 一板它就割一下你的心 当我们遇到令自己气笨难当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要平气要合 用一颗包容别人的心 给自己带来的怨气和不快 才会慢慢地散去 这就是学博人的忍辱 这就是修行人的精进 我们人在苦恼当中还不知道苦恼 那么这是最苦恼的事情 如果你哪一天知道这是苦恼了 这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你就会自动消失 我曾经告诉大家 你没有经历过苦恼和烦恼 你一碰到苦恼和烦恼 你马上就会心神所失 所以很多人一碰到孩子成绩不好 就大跳大叫 很多人发现先生稍微晚一点回来 他就拼命地大叫大吵 实际上这个知烦恼则知虚空啊 因为昨天的烦恼可能今天就没有了 昨天的这种让你痛恨的事情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想一想我们过去小时后有多少痛苦的事情 现在还有吗 我们今天痛苦的事情 想一想等到哪一天 我们睡在病床上 爬不起来的时候 我们还会为今天烦恼吗 知烦恼是虚空 知人生是无常 这就是悟性 所以佛经上说 若知我空 谁受绑者 若知无我 烦恼何生啊 还没讲完呢 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 这么稍微一点点佛经的佛语 给你们一讲就听不懂了 解释一下吧 我知道 其实你们都是听得懂 你们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而已 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你心中不要去生 你不会烦恼 你看见所有的境界 就像过去一样 静置如炉 就是炉炉不动 我问你们 你们看到的东西 十年二十年 这个房子还是这个房子 对不对呀 所以这个世界 所有的境界 本来都是空闲的 是没有的 唯心至老 叫心所创造这个世界 我举个例子 你们知道 一个人心可以大到什么程度 一个心可以小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们坐在下面 把你们的眼睛闭起来 你们想象 我看到了大海 看见了遥遥无远的天空 我看见了一座城市 你们的心就像大海般的宽阔 像城市般的宽大 如果你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想象着一根针 一个针眼 你的心就像针眼这么小 所以我们的心是能大能小 为什么宽相肚里能撑船啊 所以希望学博的人 要把心像大海一样的宽阔 要把情像无限的天空一样宽广 把佛的心通通的撒向人间 台长 有一次听到一个反馈 一位同修的妻子 村里啊 有一笔争地的钱 按姓氏来发放 而他的妻子呢 已经跟着父亲呢 变成了外姓 当改回原姓的时候呢 他已经来不及了 同修呢 发愿将这笔钱呢 全部用于他自己去放生啊 弘法度人 菩萨保佑 居然他又拿到这笔钱了 而其他的外姓的亲人 甚至一直保持原姓的妹妹 都没有得到这钱 不久之后 同修求菩萨又求到了孩子 所以他们一家 非常坚定地相信观世音菩萨 在播放这段视频之前 我还要讲给你们听 昨天在博客上台长看到一个 学了心灵法门之后 人家欠他两千万都还给他了 你说可能吗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叫他可能 这就是智慧 听得懂吗 好 下面给大家播送一下这个录音 是吧 首先分享一个灵验的生活实力 说是2015年年初 因为政府争帝 同修妻子的村里头有一笔钱 要按姓氏来发放 而同修妻子 偏偏又跟着父亲 变成了外姓 他们想尽了办法 虽然也曾把姓 改回了原姓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这笔钱 想必是拿不到了 同修和妻子 干脆抱着无所谓的心态 试着求 关心菩萨 说如果能得到这笔钱 将全部用于弘法事业 菩萨慈悲 过了几天 村里头再次召开会议 同意 并把这笔钱 发给了同学的妻子 同修非常 是菩萨慈悲 是菩萨显音了 说来也有意思 反而保持原姓的妹妹 却由于生的两个小孩 不是跟母亲近 所以连同母子三个人 都没有分得卖笔钱 而其他一些外姓 子女还闹着要打官司 因为没过多久 同修索性又求到了 妻子终于怀上宝宝的 特大喜剧 他们荒天喜地 从此坚信不疑地 把红法律生的事业 当作了人生的仇整大师 谢谢师父 这个你看看看 生不出孩子 能够生出来 钱分不到 能够分到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台长师父 心理法门真的太实用了 太实用了 他不把他说为佛法 他说做实用 他说 没修好 以后好好教育他 我们要明白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你们想一想 年轻的时候到现在走过了 这个过程就没了 所以要记住 人很快地就把这个过程走完了 我们要懂得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因为我们在每一天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漫长的 但是结果只是瞬间 所以你每一天做一点坏事 做一点坏事 最后你被抓进去了 很快 那就是叫结果 所以我们人要懂得 在生活当中 不管是享受还是痛苦 幸福和悲哀 它都是一种混合物 你们记住了 人在快乐的时候 很快地有应遇的悲哀 在悲哀的当中 一定会有幸福和智慧的存在 无论你现在的贫富和富有 你都会体会到 幸福当中有苦难 苦难当中有幸福 这就是人生 所以想改变人生的人 就要学会克服自己心中的芥蒂 克服烦恼 克服自己的苦难的感受 让自己的心迎接着光明 因为我们到人间来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不想贪求人间的一切 我们用一颗好好的心 好好的活着 记住当今的社会不生病 没有天灾人祸 这已经是福气了 要知足常乐 来自马来西亚太平的一个林同修 他在没有吃药 没有开刀的情况下 他这个瘤啊 一个肿瘤 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这到底怎么办到的呢 他自己说 心灵法门 他说是21世纪医学的突破 那是他讲的 他说我有一个19厘米到1.3厘米的颈瘤 当我小房子烧到21张第三波的时候 在没有吃药和开刀的情况下 我的肿瘤 颈瘤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们看看边上的医学报告 真实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啊 是真的 台长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你们一定要笑的 因为你们不笑的话 我以后不讲了 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一个五岁的女儿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 五岁女儿 只有五岁 突然呢 这个小女儿呢 一个翻身呢 从沙发上摔到了地板上 这个小家伙很坚强 摔痛了 没有哭 然后呢 慢慢地爬呀爬呀 爬到他父亲的面前 横横给了他爸爸一个嘴巴 就说 你是怎么看孩子的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的人啊 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的 一生走来 你们想一想 我们在别人身上找了多少毛病 恨别人 让自己变了这么痛苦 所以我们多少后悔 多少的习惯 恶习 都是我们不知道忏悔 不知道从自己身上找到毛病 因为我们不懂戒律开始的 学佛就是要修掉自己身上的无明习气 无明就是不明白呀 我们不明白才会犯错误 所以去除执着 消除挂碍 愿意改变 你就有希望 一个人不愿意改变 一定会失望 人之所以犯错 在于无法超越自己 有多少人在苦难面前 经常说 我做不到啊 明明知道 你这样做是对的 你可以跨出你的烦恼 妈妈 我做不到啊 就是自己预约不了自己心里的障碍 把自己说服了 就是一种悟性的成功 修行能成功的人 就有战胜自我 佛说 破除我 破除我直 指的就是要 克服自己的执着 才能勇敢地 面对现实 学佛就是要学做人 做人的人 就是要会学佛 学佛学得好的人 他做人一定做得很好 做人做得不好 他佛也学不好 台长教你们 人生要当心 与九种人打交道 大家愿意不愿意请啊 因为在社会当中有九种人 有的人 第一种人是 嘴巴里讲得很好听 但是心里呢 想的另外一套 对你呢 可能还暗中要 对你造成不利的影响 叫口密复健行的 这种人 我们学佛人应该怎么对待他呢 看到这个人 知道他很厉害 嘴巴一套 背后要捅我的 你就微笑倾听 他不管跟你说什么 哦 哦 哦 然后心中就念 此灵警察警察 神警察 我就为卢杰警察 听得懂吗 第二种 告诉你 碰到那些 喜欢吹牛拍马的人 怎么办呢 你 不与 不与为 不 不 不与他为敌 看见他喜欢 吹牛拍马的人 不要去讽刺他 人家说 哎呀 领导啊 张局长啊 你真好啊 你在边上 不要说 哎呦 哎呦 接下来 他就要讲你坏话了 如果你发现 这个人吹牛拍马 你不要与他为敌 你就笑笑 没表情嘛 我们都会念经 心中就念念心经 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第三种 你碰到了一些人 就是尖酸刻薄之人 怎么办 这个人讲话 非常的尖酸刻薄 讲出来话 把你气得半死的 这种人怎么办呢 我们学博人 应该懂得 只要保持距离就好了 看见他过来了 远远的 看见他躲不开了 哎你好 哎我正好有事就走了 保持一段距离 听得懂吗 第四种 挑拨是非的人怎么办 记住 谨言盛行 他今天来跟你讲话 哎我告诉你啊 怎么怎么 哦 你就听他讲 不要讲话 听得懂吗 碰到 雄才大略之人怎么办 这个人跟你一开口 我 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在国际上 怎么样怎么样 哇 你就好好地学习他的优点 不要学他的缺点 虚心学习 如果你碰到翻脸 不认人的人怎么办 这个人跟你突然之间翻脸了 跟你闹起来了怎么办 你就 慈悲忍辱 心里在想 这个人真可怜 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这个人像动物一样 有肉吃就这样 没肉吃就咬人了 你心里想 哎呀 阿弥陀佛了 第七种 如果你碰到 愤世 技术之人 就是 骂这个社会 骂这个人 那个人 对谁都不好 一开口 这个人讨厌 那个人 你用什么心呢 用平等心 他说别人不好 你就心中在想 哎呀 其实人 应该都很好 他在骂这个不好 你心中就在想 嗯 其实 他是误判 其实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应该平等 像兄弟姐妹一样 他在说他的 你心中 说你的 在孙子兵法当中 这叫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第八个 如果你碰到 敬业的人 和快乐的人 你用什么心 跟他交往呢 用喜舍心 他开心 你比他还要开心 他快乐 你比他还要快乐 他对这个工作很认真 你就表扬他 哎呦 你怎么这么修心 这么认真啊 你们知道 当你们嘴巴 口吐莲花 夸耀别人说 你念经 怎么念得这么好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精进的时候 护把绳带上面 都会哈哈 好大笑 对不对啊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啊 哎呀 我开心得不得了 你知道吗 哎呀 我的 这个媳妇啊 昨天就跑过来 跟我说 我的媳妇啊 这么多年 生不出孩子 学了心灵法门 他生孩子了 你知道台长什么表情啊 哦哟哟太好了 开心啊 对不对啊 所以要学啊 第九个 躊躇满志之人 这种人呢 不讲话 很难过 好像有苦说不出 又有自己很多的远大的理想 好像欲 好像就是怀才不欲感觉 那这种人你怎么办呢 你尽量用舍心 就去劝导他 帮助他 用悲心 就是悲悯他的心 来对质 这样你才会得到菩萨的智慧 在人间不但要学佛 还要学会做人 太虚大师所说 人成鸡博成 我呢 今天准备的真的太多了 来不及讲了 所以呢 时间已经不让我再讲了 因为我待会呢 还要给大家呢 看图腾 很多人呢 其实今天来呢 很多澳门的 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呢 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来的时候呢 人家跟他讲 你知道吗 有个老台长啊 老台长啊 他干嘛的 哦 他能积累啊 前世啊 今生啊 哦 那我去听 他来了之后 他相信了 他才念经 所以度人要用妙法要快 很多人要看图腾 那就给他看咯 看就是要 目的就是让他念经 目的就是让他学佛 目的就是让他改变一切 改变人生 谢谢大家 好 那么 待会还要精彩 很多生病的人呢 台长当场都能治的 那么我现在呢 下去呢 换件衣服 衣服都热了 湿掉了 那么 有一两位 我们的佛友呢 这个给大家 谈一谈体会 很精彩的 那么我大概五六分钟之后 就上来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君洪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感恩华君洪台长 谢谢大家